好 今天我们是打假和讲老爵 今晚啊我一则重磅瞬起啊 我让台湾的各大媒体啊 现在都在疯狂的关注报导 也就是啊 历见B才刚结束啊 大陆宣布啊 平坛实探射击 重点各位 今天的距离啊 竟然离台北市啊 近165公里 哇 超级近的距离 这也算是近期啊 历见B围绕之后啊 算是最近的一个时代演习 尤其啊 今天的方位啊 就是在牛山岛啊 也是福建沿海的一座岛屿啊 它地属于福州市的平潭险望 因为我们都知道平潭是离台湾是非常近的 在过去还没有疫情 两岸还没有那么紧张 我还记得啊 我爸那时候啊 还会从台湾这个北部的港口啊 坐船直接到平潭 很多人去平潭就是办银行卡啊 还有手机号啊 我当时都还记得我爸有去办 所以啊 刚刚一宣布此讯息啊 哇 真的是让台湾啊 也是疯狂报道 但是各位 真的 尤其你看到台湾报这些新闻 然后下方的留言啊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民众啊 应该要去做更多的功课 了解更多的讯息 尤其是对于两岸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留言 可能还是觉得怎么样 还是觉得啊 大陆是破坏和平 尤其我们的反中的执政当局 下意识反正大陆做一些什么样军事活动 就抨击 就骂 所以我是觉得尤其绿营执政过后的台湾 真的无要可救就是 我们竟然今天要去选择 离我们这么遥远的地方 然后当我们的靠山 还没办法看清今天你对待大陆 就是不能有冲突 尤其现在两岸的实力已经非常全数 老美也不可能卖你多好的武器之下 你看 台湾的这些民众啊 下一次留言还是在那留什么 还在留什么 质疑股市不救来救台湾的感恩喜福 又觉得是说好像明天发生实弹射击 台湾的股市又要大涨 然后又要当个阿Q 又要当个鸵鸟 只能用嘴嗨 嘴巴很嚣张 但是实质有什么帮助 大陆的统一是不断的推进的 跨海的任何的这些基础设施 不断在盖 我觉得今天为什么台湾人民 都已经看到乌克兰的案例了 怎么还没办法提醒自己是说 乌克兰人民当时也觉得 恶不会打过来 我已经讲过这个例子很多次了嘛 谁知道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们最终的答案是什么 最终怎么样解决两岸的问题呢 还是你们还在妄想 因为那些反中的分子 尤其反中的网红还在想 好像今天还是在奢望大陆垮台 真的 完全不需要去思考人家会不会垮台 其实台湾民众今天 决定一切的权利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只是我们今天有没有智慧而已 你看 然后下面又有人说 很快就糟天前 那又有绿蛙留言说 大概是大陆的境内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下方就有人回应说经济萧条 甚至也有人说感觉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也是经济小巧 天哪 你看这种岛民尤其这些绿蛙这种流人 难怪今天台湾美旷遇洽 然后自己还没办法知道 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大陆要发动这个演习吗 理由很简单嘛 因为今天新闻也报导了嘛 这个美国加拿大两军舰编队穿越台湾海峡 还海上画面曝光 所以有些人就推办 这是不是因为近期这个大陆的利剑逼 这个演习完老美这一些所谓西方的国家 才在那慢半拍 所以各位这是不是挑衅嘛 请问一下 两岸到底跟老美跟加拿大 我们的台湾海峡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跟大陆有关系还可以啊 因为我们宪法里面确实还是有大陆地区啊 所以刚韩国人就问啦 大陆是不是做事很多都是因为有前因后果 那今天这些绿蛙觉得 哇这个老美加拿大的军舰来了 是挺我们真的是这样吗 那韩国人给你们另一个解读啦 今天反而老美跟加拿大这样做 又是让大陆有理由可以做 实弹设习的演练 难道不是吗 那请问一下今天到底是谁害台湾 请问一下今天到底是谁来制造纷争 如果今天美国真的 有如他是一个基督教 哇这个神爱世人的社会 那李当今天应该要当什么 当两岸的核四老 用最好的办法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结果今天不是啊 今天拼命挑衅啊 我真的我不懂 美加两个军舰来到台湾海峡 意义是什么 而且最悲哀是来看这则新闻啊 美加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我们的军防部啊还证实啊 全程掌握啊 来各位 怎么不谴责一下老美老家想要加剧两岸的紧张 对啊他这样一做大陆就有理由 搞实在设计啊 就像赖赖姨在那祖国论啊 又要想两国论啊 那好啊那我们就围倒了 然后老美也没话讲啊 然后这几天又听到特朗普川普讲了什么话 就讲了啊 如果真的大陆敢打台湾 我要把关税弄到很高 然后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说 所以今天特朗普川普的意思是说 已经开出一个统一的价码了是不是 就是大陆统一我们 就涨关税啊无所谓啊 所以啊今天给汉奸执政 给这些歪曲历史扭曲的这些反中人士执政 台湾今天就进入到这个窘境啊 今天只是不断的 不管美加的军舰多大烧穿越台湾海峡 你们只是让大陆不断创造 可以实弹射击的理由吗 因为确实台湾海峡就是大陆跟台湾 并不是美国跟加拿大 这好比前阵子的大陆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当时发射成功 然后我们绿营执政当局就骂大陆是什么 印太的恶灵啊什么破坏和平稳定啊 那请问一下今天美加 为什么要穿越我们的台湾海峡 所以我们岛内整天讲的主权 就是可以给一些西方跟我们 也没有什么历史纠葛关系 跟我们宪法完全没有关系的国家 然后清门踏户随便过 然后说那里是个公海 是这样吗各位台湾同胞 这就是我们的守护主权吗 而且啊这几天啊刚好啊 大陆领导人啊也来到了福建 也是希望建立两岸融合的示范区 韩国人也是常拍厦门为什么去拍厦门 因为确实厦门有非常多对台胞优惠的政策 这是在大陆的所有的台商跟台湾人 很多人都知道的啊 人家大陆是不断的在做啊 韩国人一直在讲统一是不断的推进 那你的独独独推进到哪里呢 我一直在问啊那绿蛙可以帮我回答 你们推进到什么 你们今天推进就只能 这个也不知道老美什么时候来 这次来个老家的军舰这样子穿越 就这样吗你们的推进就是这样吗 你们推进始终还是要靠不确定的因素 还是要靠别人然后或者是靠一张嘴 就是现在台湾最悲哀 你今天你明明可以去选择最好的结果 你今天明明可以去跟大陆谈 然后你们就要制造说啊 跟大陆谈没有用啦啊 这不守信 那你们守信了吗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些绿蛙 还有你们支持的绿营执政当局 什么时候守信 可法蔡同学说是糖衣毒药 然后卸任了就拍拍屁股 好像之前讲过的话都没事 然后现在赖赖还是继续吃着ECFA 还是不敢废掉 那你们守信了吗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今天说大陆不守信用 结果大陆还是照样的让你ECFA 还是给台湾同胞很多优惠 甚至大陆领导人直接指示福建 要成为两岸更加融合的示范区 人家是不断的在做啊 不守信是你们 你们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然后自己也不敢放弃 中国人孙中山所创立的政权 不守信的是你们 不是大陆耶 韩国人我们就是讲客观的话 难道不是吗 你们还要继续拿什么香港 拿一些其他的要在这说嘴 那你们有亲自去看过吗 你们觉得现在香港很惨是这样吗 我都已经去香港多少次了 有很惨吗 那你为什么不说老美今天 都不管好自己家 常常发生零元购抢劫 很多上司在那里 怎么不去管好自己 还要把军舰开到我们台湾海峡 这个逻辑是什么 自己都没顾好 还要跑来闹我们 然后让大陆有理由 做实弹射击 让两岸更紧张 是这样吗 所以啊 最后韩国人只想告诉大家 台湾啊 已经没有所谓岛链 尤其大陆的船 随性的来去执法 都OK了 等下台湾现在不是就在一个窘境 就是什么都不是 也进不了国际 参加奥运也只能用 中国台湾 什么都做不到 那你唯独做得到是什么 你唯独做得到就是跟大陆和平 跟大陆好好的谈 这就是现在台湾能做到 不要再跟我讲一堆 做不到的事然后整天只会嘴炮 然后在那祖国论 哈哈哈哈 我们比较早创 大陆比较晚 这个 所以我们应该是什么 人家的祖国啦 讲那些屁话讲完然后呢 有用吗 绿蛙有用吗 台湾民众啊 我们今天应该是要选择一个 帮我们解决问题 不是制造问题 相信绿蛙 相信绿植这当局 绝对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问题 赶快把这些人拉下来 才是台湾人民最正确的选择